他以前要任務的時候 你StC interview 不要話不講白在裡面繼續給我 主事後 前面弄憲法委員黃建 ciao 弱下屬的錄音檔曝光 隨後請辭獲准 外界解讀就是要幫潘門安的連任之路直寫 沒想到下台才三個月 選舉剛結束立刻回國 你認為他錯的 他人地不宜讓他離職的話 你就不該讓他再回來 而潘門安縣長不曉得是哪根針不對 怎麼會想出這個收主意 黃建嘉之前是觀光傳播處的 處長兼發言人 因為錄影黨風波閃遲 但選後縣府將原本的觀光傳播處 更名為傳播暨國際事務處 處長一直換湯不換藥 又是黃建嘉接任 沒有想說你投完票之後 票片到手 我人要照樣做官 我覺得屏東縣民 應該表達最深的抗議 應該讓這位處長不能再做官 藍儀人士輪番炮轟 黃建嘉措齒強硬的風格 常惹出爭議 甚至還曾槓上 這回在屏東第一選區 拿下最高票的議員講約會 黃建嘉選後回鍋開記者會 他自己也坦承 之前管理上確實出了一些問題 我是認真做事情的 我那麼認真的做事情 而且做了我認為 有一些不錯好口碑的活動出來 但我在管理上面 的確是出了一些問題在 所以才會有研發這些事情 所以我一直在調適我自己的心情 要怎麼樣卡進憲政府這個大門 說自己是負政治責任下台的人 再回來心裡還在調適 也說主要任務就是要把燈會辦到好 只是選後論功行賞 之前罵下屬的難道就不算數了嗎 記得張秋華潘穎文屏東報導